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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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那我今天想要來展示一下我的 修煉成果 齊羅這些角色啊 其實我也是玩了 最近因為《迷豆子》 那我個人是覺得呢 這隻角色 對我來說 恩......得心應手啊 假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對方的這個陣容 呃等一下 莉莉安又迪拉克 又潘因又美 對方的這個魔攻也太多了吧 天啊 那我們就先暫且打一下啦好不好 就是看一下對方的這個操作怎麼樣 如果說呢 我們很順風的話 我這一把就是 暮光之刃啊 這樣子的套路 就是全輸出這樣下去打 但是呢 如果說我們偏逆風的話 我跟你講 我打野刀加鞋子之後啊 我要直接上這個仙靈吊墜 因為對方的這個魔攻角色真的是太多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上路怎麼被霸凌 上路怎麼被霸凌了呢我的天 來 這個上路要拿手殺了 誒 幹你老死咧 不是我的頭 過分 齊羅齁 出到了這個三階野刀之後 一套下去對方可能會死人的我跟你講 中斤 匪雅 那就目前這樣子看來 對方前面也沒有到很激進嘛 所以說呢 暮光之刃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如果說潘因前面拿了很多頭的話 暮光之刃可能就暫時不出吧 迪拉克沒有魔 送啦 這個隊友一屁股做到怎樣 泰山壓頂這樣 對方會直接炸掉 沒事我們這個雪球角就是慢慢堆 對方藍buff沒有東西 那我們就往上路趕嘛 這邊我已經被看到了 這裡我覺得可以蹲到莉莉安 OK再來殺這個梅娜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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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頭不會再給你啦莫托斯 我跟你講啊 在我眼裡隊友也是敵人 好不好因為他們會撿我的頭 這個潘因像他現在沒有藍buff對不對 代表說他的藍還有 還有得吃,那他很有可能會靠過來 蛤? 喔有有有有有 等一下啦,中塔中塔中塔 所以我們中路HOLD一下好不好 對面的野怪就是我的野怪 攀音是帶什麼?周而復始 那我們這邊做個屯點 屁啦,然後我們這邊開個大落進來 因為會遇到人 然後屯點 拉掉 怎麼這樣? 太過混了 好我們這邊再開個大 然後莉莉安在草叢裡面 把大招收回來 野怪收一收 因為我們齊羅本身有自帶魔法吸血 所以說我們不需要帶什麼 奧義上面的吸血 有沒有? 我們這個 就是妥妥的流氓 屍野怪也順便回血 來,上路不走 我要殺人 蛤? 誰? 誰還在屁? 這個是必須殺人 你知道嗎? 超扯的 我跟你講 這個踩下去就是死啦 就發現要哭啦 好 好 開檔 資源 我們就是這個無所不在 再見了 再見的翻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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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賣掉買 復活甲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齊羅進去很危險 你知道嗎 那到了後期其實對方的這個裝備起來 打你是很痛的 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保命裝是一定要的 保命裝要出好出滿 這裡有沒有機會 先踩在草莊裡面 那大家要記得喔 在牆內是霸體喔 所以你在牆內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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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喔這手紋也是很痛 天啊 太過分了嘛 我們先 我看一下 我覺得我們先回頭回個血啦 好不好 然後吸了一波血 然後再往前 你看齊羅就是這麼強 雖然說我被改過 也被削過 但是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 本身技能組不錯 OP 哇 遇到一個梅娜是最不好的情況 我先把龍叫上路好了 我覺得這個龍叫上路 把上路那座塔 推掉是最保險的一個 最保險的一步啊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 沒有兵線 壓塔好像沒有意義 好開著到 咱媽咧是哥 咱媽咧是哥 整個彩道就是死 我告訴你 忍鬆 阿不然你是在幹野啦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進去塔殺喔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嗎 為什麼我們的齊鎖可以這麼強啊?受不了啊? 這個稱號能拿好拿滿耶 我想擠殺我來看一下 順便看一下我的輸出好不好 20殺1死7助攻,不得了啦 然後呢,39%的輸出接近40% 嚇死人了 好啦,那今天的這部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好不好 我是盧哥 如果希望我的影片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啦,謝謝各位 掰掰